有人知道蔚来的手机现在销量如何吗 在9月21日的时候 蔚来发布了他们的第一部手机 距离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 而且蔚来也已经在前两天发布了 他们三季度财报 但是我翻遍了所有的记录 但是都没有看到蔚来提到 他的手机销量是多少 那么我稍微有点惊讶 毕竟双11也过了 发布也两个月了 那么蔚来的手机销量如何 蔚来为什么不公布一下呢 而且我在淘宝也好 拼多多也好 京东也好 都没有看到蔚来手机的链接 据说蔚来手机目前只在 蔚来的APP上销售 很多的人提醒我说 这并不是什么手机 而是给车主配的一个大钥匙 那么我就更想知道了 这样一个为车主定制的大钥匙 有多少蔚来车主买了这个钥匙呢 在12月1日的时候 蔚来发布自己11月车辆交付量的时候 曾经提到 蔚来已经累计交付43万多辆新车 如果是给车主定制的大钥匙 有43万辆的新车销量 请问有没有销售43万台蔚来手机呢 而且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说 他一个人买了三辆蔚来的车 四辆的蔚来车 甚至连那个说被辞退了的员工 都说买了两辆蔚来的车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想说即使打对折 蔚来的真正车主 应该也有超过20万个吧 如果每个车主都买的话 毕竟蔚来的车主都这么的爱蔚来 都这么的忠诚于蔚来 对不对 没有道理不买啊 甚至呢 以他们成功的人生成功的收入 六七千块钱的一个手机 怎么说也得买个两三个吧 每辆车配一个 每个颜色配一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使只有20万的真实车主 那么手机的销量 也应该有个四五十万部吧 我记得李斌在说 对未来手机的销量前景的时候 他也曾经说过 即使有这些车主的话 应该卖个50万部 不是什么问题 手机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产能限制吧 而且当天发布会的时候 我记得秦力宏 被其他的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他现在因为抢不到这个手机 所以必须要等到后面才会发货 虽然已经下单了 说明这个手机是非常抢手的 连自己的老总都要 等到后面才能够拿到这款手机 我肯定在加班加点的生产 非常的热销 而这么两个月过去了 我相信这些手机都已经生产出来 并且送到了用户的手中 买家的手中 那么怎么的也得超过50万部 而且以未来手机这么高的品质 这么低廉的价格 我觉得销售100万部也不是什么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三季度财报上面 未来没有说未来手机的销量呢 我非常的想知道 能不能请未来官方 发布一下未来手机的销量呢